在这里,我首先要向印度克里斯蒂亚国际诗歌节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烛火 向通过网络视频参加这一活动的所有朋友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当下全人类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时刻 那就是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的抗击病毒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 我们欣慰地看到诗歌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候 仍然发挥着鼓舞人类迈向明天的重要作用 而我们的诗人同样在这一场战狱中没有缺席 更让我们自豪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和平和这个星球的美好未来 我们的诗人在不同的国度和地域都发出了自己正义的声音 对一切有碍于人类不同文明和民族间构建理解和谐 以及美好关系的邪恶势力都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特别是对还在圣瘟城上的种族主义 新法西式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寓意要强烈的谴责 我相信只要有全世界诗人们的团结和合作 我们的诗歌就一定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而也能使全人类在迈向明天和未来的征途上 充满信心和勇气 当下病毒还在世间世虑 人类还在极度的艰难和迈向希望的明天之间徘徊 在此请允许我朗诵一段我的尝试裂开的星球 来表达人类永不屈服于任何灾难崇高精神的致敬 人类 这是消毒水流动国舰的时候 这是旁观邻居下一刻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 这是融化的时间与渴望的见识赛跑的时候 这是嘲笑别人而又无法独善其身的时候 这是狂热的冰雕刻那熊熊大火的时候 这是地球与人都同时戴上口罩的时候 这是天空的阴与荒野的词服搏斗的时候 这是所有的大街和广场都默默无语的时候 这是孩子只能在仓户前想象大海的时候 这是白衣天使与死神都临近深渊的时候 这是孤单的老人将绝望一口吞尸的时候 这是一个待在家比在外面更安全的时候 这是流浪者喉咙里伸出手最饥饿的时候 这是人道主义主张高于意识形态的时候 这是城市的部落被陪返回故乡的时候 这是大地海洋和天空致敬生命的时候 这是被切开的血管里飞出格子的时候 这是意大利的泪水模糊中国眼睛的时候 这是伦敦的声音让西班牙吉他乌烟的时候 这是纽约的富士与上帝一起哭泣的时候 这是谎言和真相一通触摸于网络的时候 这是干地的人民让远方的秘鲁不安的时候 这是人性的光辉和黑暗狭路相逢的时候 这是相信对方和执意对手最艰难的时候 这是语言给人以希望又挑起仇恨的时候 这是一部分人迷茫另一部分也忧虑的时候 这是南京的呼吸吹动作和平的时候 这是新兴代表亲人送别亡人的时候 这是一千个祭司诅咒一个影子的时候 这是陌生人的面部开始清晰的时候 这是同窗异梦者梦见彼此的时候 这是冒活神理者开始冷战的时候 这是旧的即将解体新的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这是神之招式作不祥 还是化险唯一的时候 这是黑色的石头引力白色异翼的时候 这是诸神的羊群在等待摩西渡过红海的时候 这是牛角号被勇士吹得撕心裂肺的时候 这是晕爪杯又一次被预言的诗人窝住的时候 这是巴比塔废墟上仍有万物力争和谈的时候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而人类只有一次机会抓住马铁体 作曲雨后 是 作曲雨后 是 作曲雨后 是